《飲食》是民族智慧和文化融合的結晶 而中國湯水的出現 更將飲食這個詞彙跳出溫飽之外 成為溫馨的象徵 相傳, 皇帝是第一個煲湯的中國人 至今已超過五千年的歷史 材料以肉為主, 當時叫做羹 直至到清朝才慢慢叫做湯 小小的一碗湯 除了可以調和身體機能功效之外 還滿載了家人彼此之間的關懷 湯水一直是中國人 最牽腸掛肚的魔幻法寶 而同一種材料更加因為地區不同 而令熬湯的手法千變萬化 在節目中, 我們會走訪中國國地 發掘地道的熬湯材料和方法 為大家獻上一碗碗貼心的心靈靈湯 中國湯水除了追求味道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調和養生 據說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 宰上伊韻已經將不同的藥材 煲成湯水來調理身體, 養顏養生 而說到熬湯這件事 廣東人都可以說是數一數二了 為於廣州沙面附近的清平市場 是全國十七個藥材集散市場之一 已經有接近三十年的歷史 裡面有五千多種藥材 只可以拿來熬湯的就有過千種了 好像有羅漢果, 糖菊 還有蜜棗 看見這麼漂亮的樣子 真的很想逐樣拿回去熬湯 有霸王花, 哪裡出的? 是韶興出的, 最漂亮的霸王花 是嗎? 挺香的 對, 很香的 韶興又叫做嶺南六成 一個有平原, 有多山丘的地方 既有陽索的山, 兼有杭州的水 一年四季氣候溫和, 雨水重足 所以特別多土產 而最漂亮的霸王花 就是生長在一個非常出名的景點之上 七星岩這裡除了湖光山色出名之外 霸王花也是在這裡出產的 不過一般人都會走漏眼看不到 來到七星岩 只要抬高一點點, 就會看到它們 霸王花其實是一種烹騰植物 由於它左霸右霸, 周圍霸地盤 所以俗稱為霸王花 又因為它長期吸收七星岩的泉水 特別漂亮, 外形又像劍 所以又叫做七星劍花 通常它們會在秋天開花 現在我們用來熬湯的就是曬乾了的花 在兆慶, 周圍都買到霸王花 但怎樣才是漂亮的霸王花呢? 請教你, 怎樣才是漂亮的霸王花呢? 霸王花一般來說 看來比較新鮮, 山曬的 青漂亮很多, 而且花粉比較幼細 但我好像記得有時候 聞到有點酸酸的味道就怎樣 酸酸的, 焗過硫磺 是嗎? 是 就是用硫磺漂過就不好了? 是… 比較大酸 大酸, 如果是霸王花買回去 應該用來熬什麼好呢? 一般來說, 熬瘦肉會比較普遍 如果喜歡煮雞, 會比較清甜 其實除了雞和瘦肉 還可以用草鴨熬 草鴨配霸王花有什麼好處? 草鴨配霸王花, 它本身有清心潤肥 加上它本身分解漆肌營養 是一個保而不粗, 比較清潤的 霸王花, 味甘寒, 清熱潤肥 而草鴨有滋陰補虛的作用 兩樣加起來實在是養顏的絕配 但是由於草鴨是有酥味的 所以首先要飛飛水去浸味 然後就可以倒入雅鍋裡煮 然後就是霸王花 由於霸王花在曬乾的過程裡 可能藏有些蟲蟻 所以最好就是清洗乾淨 順便可以浸軟一點, 這樣才容易入味 大約煮兩個半小時後 一煮霸王花煮草鴨湯便大功告成了 一束束金黃色的霸王花 加上鮮煉肉脆的草鴨 鋪塵在淡淡碧綠的湯水之上 真是感覺到無比滋潤了 始終是七星岩的霸王花 所以它特別滑和清香 我個人很怕鴨的酥味 而這個湯裡也有少許